今天我做一個古早味的炒飯 就是腩菜豆仔炒飯 有些肉,未必用得完 用少許 很吵,在磨豆漿 這裏有三隻蛋 這裏有些冷飯 還有些豆仔 我現在先把豆仔切掉 或者先醃了肉 這裏我放少許胡椒粉 放少許味極鮮醬油 加上咖哩油 不用放些香料的味道 有咖哩的味道 放少許生粉 這些肉碎 調味道 放少許生粉 為何要放生粉 就是令肉碎炒起來 這裏不會太柴 會比較滑 拌勻 等待備用 這裏有些腩菜 這是主角 我們用腩菜來炒這個飯 是很古早味的炒飯 也是很野味的 這個腩菜 香港潮州菜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腩菜 好了 飯做好了 這個醃好了 這個肉 這個雞蛋打好了 現在我們就切了些豆仔 這些豆仔 我切一切 這些豆仔 我們切一切 用熱水切一切 再用冰水浸一浸 它就會是青綠一點的了 如果有青豆角 就最好是給青豆角 因為青豆角 在加拿大很貴 六個幾甚至八元一磅 也不是經常見到有的 如果有四季豆 就可以用來代替 或者青豆也可以 現在就拿去熱水 然後用冰水浸一浸 令到青綠 現在我們就切一切 這些豆仔 用這些熱水去切一切 就披掉了些草青味 四季豆 這些豆仔 一定要灼熟 它才能吃 切到很細粒 所以也很快脆 它就熟了 撈了它上來 之後 就放一些冰水 過一過 這樣就 令到它保持青綠色 好了 現在我們就開始 放油來炒 蛋了 先炒蛋 一樣一樣做好 這個蛋 我今天用了三隻 因為蛋不是很大隻 今次不知為何買了蛋 我都說好像鳥仔蛋 很細粒 有些人就喜歡 將這些蛋 倒進飯裡 一起炒 這樣就 吃到蛋的香味 但是就不見蛋了 我呢 反而是喜歡 吃得到蛋 所以我會先把蛋炒熟 炒熟 炒熟 我們就盡量 炒鬆散 等一會 炒飯的時候 回鍋 放進飯裡 炒出來 就蛋蛋 吃到蛋了 很多時候 看到卡車這樣煮菜 其實就 一個人運作 我就要把腳架移來而去 我手腳很快脆 一路處理 一路煮菜 一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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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筋 一路處理 等下到便宜 再清潔 洗碗機 等一間呢 清潔廚房的時候 很快樂就 addition 想成為 스타일 這個飯 已經加上一條 我份 Ponet 大家الàn 都把它點 syn 但現在 某人的茶餐廳 抓到這條飯 吃不到 先把肉碎炒 为何要先炒鸡蛋呢? 炒鸡蛋才好 炒鸡蛋后不需要洗鸡 放一点油去爆香 有少少肉碎炒鸡蛋 炒鸡蛋太好了 炒鸡蛋很丰富 炒鸡蛋不再加烫鸡蛋 炒鸡蛋蛋很丰富 炒鸡蛋很丰富 炒鸡蛋蛋很丰富 炒鸡蛋蛋很丰富 在厨房冰箱里也会有 可能缺乏的鸩菜 鸩菜是香港出的 我今次去一家唐人超市 找到很久才找到鸩菜 原来放在冬菜的位置 我走过几次才找到鸩菜 我们现在要炒饭 我先把手放入水 然后捏碎饭 虽然这些饭是隔夜饭 但饭都会稠了一块 我们要捏碎饭 炒起来才会粒粒分明 饭才好吃 我相信炒饭是最容易做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出去吃 一碟炒饭 现在是去到二十多元 那干脆自己炒吧 这些东西完全可以做得到 有时候想省 连food court 的钱都想省 那就是自己动手 其实你说 外面茶餐厅 或者酒楼的东西 能不能做到呢 我相信大部分都能做到 当然有点心的东西 我们不能做到 那些要出去吃 但是你说炒粉面那些 就一定是做得到 一回生两回熟 炒多几次就供多艺术了 那我现在就放少少的味淋 那味淋呢 有点酒香味 有点甜甜的 那令到等一会炒出来的饭 就比较香口一点的 你可以落也都可以不落的 那不要倒太多 倒太多 就会浸湿了 那些饭 就不是说 等一会炒到粒粒分明了 现在我就开始 放些腩菜下去了 其实这些腩菜 就是有些油浸着 所以我们不需要另外爆它了 这里有一粒那些腩 我不要了 这粒腩 我只要那个腩菜 腩菜就不需要放太多的 大概是我炒这个饭 我放半汤羹 腩菜下去就可以了 其实它有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呢 你慢慢慢慢吃起来 你是吃到一些 金腩的那些味 就是青腩的那些味 是有少少的 这个饭的调味 就是放些盐 放些盐 放些盐 不要放些盐 因为放些盐 炒到黑蒙蒙 饭的卖相 外表不太好看 我现在又用筷子头 另外一边去再夹多一点 这些就是灼粒的 你自己喜欢吃 就放多些 不喜欢吃 放少些 拿口味 很容易 我每次炒饭 家里照顾老人家的姐姐 她都很喜欢吃 那我们就 放些不同的食材 下去炒 讲下 主唐人的餐 就是 手掌眼见功夫 他就不是说 有太多的技巧 要你 step by step 好像西餐那些 跟着来做 这些就是炒饭 你找什么食材去炒都可以了 好了 现在就把刚刚炒熟了的蛋和肉碎 就放进去 一起炒香 慢慢炒 如果你说有生铁锅 真的炒到它是看到它会跳舞 那些饭在锅中间 但是我们用这些long steak的锅 就不能炒到那么高温 那就不太好 用那么大火来去烧这个锅 我一直都在想 是不是真的要去买一个生铁锅 滴起心肝 但是生铁锅真的很重 现在就放些豆仔 记得豆仔炒了它之后 用冰水冲一冲它 它才会青绿的 我就顺便给了两条辣椒 这两条的紫天椒 就是做个颜色的 就不是真的辣的切柚 这样下去炒的 等一下就放在饭面上 这样靓靓仔仔的 就不是辣炒饭 如果你说我吃得辣的 吃得辣 你就不像咖啡那样炒了 你直接切柚的紫天椒 放在饭面上一起炒 那些辣的味道就散发出来了 但是我就不是太吃得辣了 以前是很吃得辣的 那现在就算数了 保护好自己的喉咙 气管 这些敏感的气管 令到太刺激的东西 吃得不太舒服 所以那个辣椒 我只是做样子而已 现在这个饭就炒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其实这个饭炒好了 有时你早上早起床 煮早餐的时候 快手快脚就炒好这个饭 这个饭的食材 你前一晚就切好 整定放在冰箱就可以了 很快脆的时间就可以炒起这个饭 可以带饭回公司吃也可以 甚至如果是有客人来家 也可以炒这个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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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饭是一个最容易做的餐点 而且你随时随地 都可以拿到食材 鸡蛋一定会有的 肉碎我相信很多人会买的 如果你说我拿起手 没有豆仔 没有豆角 你用其他代替 或者是蘆筍也可以 都可以的 或者是青豆粒也可以的 但是我就觉得 四季豆切碎 有点脆脆的 炒饭不加醬油 令到它颜色更好 但是又不想加盐 你就加少少鱼露 是很惹味的 现在那个豆浆就打好了 刚刚好吵 刚刚煮了一杯 我呢 我就觉得它虽然是打到全部 都是没有渣 但是呢 你会觉得那杯底 有一阵沉淀了的 比较浓稠一点的豆浆 那些呢 我就不喝的了 我是喝到面上的那些 因为再喝完那些呢 我就觉得是有多了少少 淀粉质的东西了 饭就炒好了 好甘香 好好吃 我看到酒楼的餐牌 这个饭就卖28元佳子 那我炒这个饭在家 是几元的成本 是不是自己炒好坑皮呀